有關於這次中國大陸 再次以貿易制裁的理由 說我們違反ECFA相關的事由 無理 片面的宗旨 我方134項ECFA早收清單 關稅減染 我們要在這裡表達強烈的抗議及不滿 我想相關的後果 應該由陸方來承擔 我想這種對台施壓恐嚇的政治操作 只會扭曲兩岸經貿原本互利互惠的發展方向 阻礙兩岸在國際產業分工架構的分工模式 更讓兩岸的經貿漸行漸遠脫鉤鍛鍊 我想相關的責任 應該由陸方全部負擔 我們也是呼籲陸方這種不符合WTO及ECFA的規範 我們呼籲雙方還是要透過協商 針對兩岸貿易的分歧 我們呼籲陸方應面對兩岸的現實 去除一些政治障礙 讓雙方務實溝通解決 這樣兩岸的經貿才是最有利的方法 好